Netflix 原创戏剧 僵尸校园由漫画改编 以校园为背景 讲述一群高中生 面对病毒来袭 努力生存的丧尸片 这样的题材 果然全世界都喜欢 在Netflix公布上半年 累计观看时数 拿下6.59亿个小时 在竞争激烈的韩剧中 排名第五名 在第一季中 看似只有少数人幸存 又加上迷样的结局 不少戏迷就大力敲碗 催生第二季 这作坊果然不负众望 官宣开拍第二季 连同先前已经居居的演员 尹灿荣都强势回归 让粉丝们相当期待 准备下转火 无独有偶同样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柔美的细胞小将第二季 也即将在爱奇艺登场 苦专容和金高银之间充满CP感的暧昧氛围 观看预告就让人很期待 也让柔美的细胞小将们全都醉了 现在开始吗? 什么 《Date》 你自己攻击受了吗? ¿中选择吗? 《Date》 她的手腕也很美 你一直在罵了 我們這裡有一個好好的 你又要說 卡 OK 你怎麼這麼結束? 還要回答嗎? 太疲累了 你怎麼會這樣 你什麼意義沒有結束 你以為我準備了 是 是2的目標 是2 是2 一起去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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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